表述的名词是一个年轻谦虚有才华的青年 我觉得应该非常准确的也是符合大家 他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个角色的需求 对不对 那其实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很多 除了在座两位之外 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 刚才提到的贵尔雷老师 在这个海豹的右上角 这位用手指封住自己嘴唇的帅气的男士 想必我们对他的样貌也不会陌生 他的名字是陈柏林 他在片中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 跟两位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是陆寒的情敌 奶奶的追求者 就是说陆寒和陈柏林在片中 一起要追求这个七十岁的女人 七十岁心灵的女人 那这个应该是谁先聊 应该男生先聊吧 对不对 那这算是情感戏吗 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你们两个谁最后追求到了 我先不说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三个应该有一些 一些在一起演的戏一些片段吧 对 你觉得跟柏林在一起演戏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跟女生可能是一种感觉 两个男生在一起 可能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感受啊 就是气氛特别的很好 他肯定是你的哥哥 对对对 就我们会聊天一块 就是聊他 他也喜欢乔丹的鞋什么的 聊鞋 对 聊漫画 你最喜欢乔丹是哪一代啊 啊 乔丹的鞋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 大家猜吧 哈哈哈哈 估计 估计呢 微博上有很多人会来猜 那对 他这样的一个男生 你觉得 经过那么多年的阅历 包括影视上的这些磨练 你觉得可以 在这次拍摄当中 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什么呢 我觉得从他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经验吧 对 怎么样 把自己最好看 就是最好的一面 展现一个镜头 这方面经验 对 可以学到很多 对 那 子珍呢 要不要评论一下 陈布林 之前你跟他合作过吗 之前跟柏林 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合作 对 但是也并不熟 那这一次 一碰面之后 大家就好像有一种 好像 也没有够多的寒暄吧 就打了个招 打了个招 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然后 你都没变 你也没变 然后就开始 什么都能说这样 就是一开始见到 是算那种 有一点认识 不算太熟 点头朋友的寒暄 对 随着剧情的 不是 随着这个戏的拍摄 你们的感觉 我觉得柏林 跟柏林 柏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演员了 对 然后跟他搭起戏来 也非常的有默契 然后很快的就把我们要完成的部分就完成了 对 那小鹿呢 他虽然是新人 但是他完全不像一个新人 他经常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好紧张 但他其实表现出来的演出来的都一两都不紧张 他的紧张其实来源于他的要求太高了对自己 所以他会告诉你他 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是这样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啊 懂你的意思就是 真正要求高的人 人其实做任何一件事情 他会呈现出紧张 那他背后一定会去认真的去学习 去准备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问题来了 如果让导演跟子山评论一下 生活当中的陆寒跟柏林 会不会是怎么样的人 你们会用哪几个词呢 柏林看起来是一个很帅气很高冷的人 但我觉得我私下会用很处女座来形容他 他每天在现场都在挑剔衣服正不正啊 道具有没有摆好 这个蛮妙的 然后大家说小鹿是呆萌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是好强的 就是我们说有些特技动作 里面有骑自行车的系的特技动作 说我们准备替身 他不行 他说他要自己做 然后摔到满手都是行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他们两个内心跟外在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个是很严谨的人 一个是其实很好强的人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点滴的感悟和镜头里面 屏幕上这些被放大的表演 去细心的感受 那紫禅如果你来评论他们两个呢 我觉得首先他们两个都是很帅真的人 对很诚恳很真实的这样的两个人 那柏林呢我觉得他年纪也比小鹿要大一些 所以呢他像导演说的处女座 他很喜欢管东管西的 但是他管东管西的呢是完全是发自于一个 关心很多事情 对他追求完美他也关心很多事情 包括身边的朋友他也是 比如说小鹿在那边演戏弹吉他 他会走过来告诉他说 哎你要这样拿会更真一点 你要这样怎么样他会他会去告诉他 热心吧热心肠 对他很热心肠对 那私下也是很好相处啦 也是很容易变成朋友 那小鹿呢就是他真的非常的可爱 非常非常可爱 就是你一看了他 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就是你知道吗 奶奶之情油然而生 对他是完全是非常能够帮助我 进入我的角色 对那他也很聪明很认真 然后学东西的能力非常快 而且我觉得跟他对起戏来都非常顺 虽然他第一次演戏 但是跟他演戏 你不会完全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第一次演戏的人 他会他反应很快 你丢东西给他他都能接着 对然后反正我前两天看了电影 我觉得非常棒 所以说你在生活当中也许更加喜欢的是他们两位当中的 哎呀那我当然更疼我孙子来是吧 很聪明啊 都会会会把这个人物的关系这个调到我们的这个剧情当中 其实很好这部电影的刚才我们提到 那不仅仅是有帅哥啊美女男神女神 还有是轻松搞笑的桥段 其实更多的其实突出一种亲情嘛 家庭的这种团员啦长辈跟晚辈之间的情感 所以呢我们也这次呢 除了号召大家主动到电影院去看片之外 其实也号召大家能够带上自己的家人 如果跟自己的父母啊甚至是爷爷奶奶一起走进电影院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事情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经过统治好像去电影院实际看片的 好像更多的是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年轻人 好像我们的父辈啊 甚至这个再长一辈的老人 他们很少有机会 那如果趁着这样一次 有我们自己的喜欢的导演拍摄 然后自己的偶像担当主演的片子 上映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自己最爱的家人 我们一起走进电影院 真是人生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月8号是全国的正式供应 那么再提一下在之前的五天 1月3号开始在全国部分的院线 已经有一个抢先的一个供应 那所以说其实到1月3号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各位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刚才我们操练过的 右手边有一块大大的红布 是我们这次电影的终极海报 我们台上的主创 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在我的指示之下 我们一起喊出电影的名字 然后喊三遍 然后我们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好不好 来 1 2 3 第二遍 重返20岁 重返20岁 谢谢 美吗 哇 很棒哦 希望各位都能够走进电影院 把这部消息呢 告诉大家 也希望我们重返20岁这部电影 能够跳风大麦 希望各位在全国的宣传 能够顺利 平安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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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